严实是一位在教育战线上耕耘了多年的特技教师,他的文章退休十年的早想,写得很有水准,其生活观点朴实,鲜活,自然,深刻,现实,百事实讲道理,发自内心,又高度总结,充满了理性和思考,对朋友们的生活很有借鉴和指导意义。 他告诫了我们该如何树立科学,正确的生活观,生存观,价值观,并用这些观念实践自己的生活和价值,朋友们可以从中体会,品位,退休十年发想,十年前,我们老了,退休了,终于记下了沉重的使命。 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过得很艰难,环境苦,工作累,工资低,负担重,我们这一代人也很豪迈,觉悟高,心胸宽,责任重,贡献大,撑起了共和国最艰难的时期。 如今退休了,很多人继续奉献,发挥预热,服务社会,还有的人儿次创业,名利商收,有的请其所有换大房,为的儿孙大团聚使有足够的空间,有的节俭储蓄,为的大病就医,或是为这个条件好的养老院。 有的服务子女,是猴儿孙,为的动不了的时候,能得到儿孙的床前关怀,我和老伴是同时退休的,夫妻双双把家还了,进入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老年,我们没有再去为社会做奉献,没法挥预热,不再为儿孙操劳,不去挣钱,不再遗产,而是试着固起了自由,轻松,自助,自信的老年生活。 游山玩水,一养天年,充分享受我们自己的西洋人生了,我们在北方避暑,在海南过冬,春秋口季节旧的全国各地去旅游,理想的路线,完全的自助,走到那,住到那,玩到那,天马行空,我行我素,探美景,想美食,充分享受了社会回馈给我们的美好生活,弥补了一代的缺失, 找回了失去的自我,进入老年后,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会越来越脆弱,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,别幻想长命百岁,是不带缘,就是尽量提前安排,充分利用就带能自己掌握自己的黄金时间, 去做那些原来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,去远那些几年的梦,免得躺在床上动不了时再后悔,退休了,对于我们应该担负的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已经完成,该是社会和儿女关照我们的时候了, 但是对亲人,对儿女,以至对社会都别抱太多的希望,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,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,我们做贡献是无条件的,而索取就有条件了, 别幻想社会如何善待,别幻想儿分如何尽孝,不能把幸福晚年期拖在儿女身上,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的现实,以自己的能力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, 常言酒病床前无孝子,要有自度难关的准备,别把亲情看得太重,别再制造太多的亲情,要与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,别自作多情,从而加重感情的负担,我们对子女的抚育是不可推陷的责任和义务,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,但两种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因果关系, 而后者是要由大德和法律来约束的,如果太感情化和人性化了,受伤害的只是你自己,当然也不能软弱和放弃,要学会应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, 我们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,力不同心的是越来越多,别取宠英雄好汉,自找没取,别轻易答应为别人做什么,少说事,多说不,有压力和负担的事情别去做, 尚未自己安排固定时间的固定任务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要一点一点的去舍弃,因为网友说的好,要轻松自在很简单,打理好自己的事,不去管别人的事,别偷袭老千言的事, 我的亲戚75岁,原来身体很好,他非常疼爱孙女,晚年在家,长思念孙女,始如想上明珠,没有电话都要响得流泪,凤高中,攻大学,自己可情可解,居公金岁,在儿子离婚孙女随母而去后,他突发脑病,险些不知,孙女仍在高兴的上大学, 儿子又有了新家,原来健康的他却孤独的躺在病床上,只有老伴陪着他,老年人对任何事情,都不能太痴心太投入了,不然就会自食苦果,没人可怜,我的同事退休后已是存款无数,但仍愁愁满志,拼命挣钱,每周去带30多节课,喜欢电脑和旅游,但舍不得花钱,又没时间, 总认为来日方场,但只两年后就因癌症而去世了,病床上我去看他时,泪流满面,追悔莫及,我的一位前辈很有名气的老师,退休后又干了十几年的课,直到脑栓发作,挣钱数万,盘点下来,全都给了儿孙了,他们要结婚,要买房,钱不够,而老子的钱又闲在存折上,哪好意思不拿出来呢? 到最后身体不行了,挣的钱也没了,正是他一次次的提醒,我们才没有重蹈覆辙,谢谢前辈,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不服了,自信,自负,执着,执心,总以为自己人和年轻一样都无所不能,做事顺利方面考虑得多,而风险却很少考虑, 其实60岁以后大部分老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衰老的表现,体力下降,记忆解退,思维局限,反应迟钝,出现事故的几率增加,心理承受能力减弱,已经不再是合作一些复杂,繁锁,责任重大,时空精确的工作,不然,为什么规定要退休呢? 在我都下的一滩海滨,有一对退休老人在海边买了房子,安度晚年,多美的事,但非要把正放暑假的孙女接来玩海,不了孩子你水身亡,美好的晚年成了噩梦,自己毁了自己的晚年,而那个夏天就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,小区里几个老太太在负责照管孙辈时,常在一起闹家潮,孩子们在周围玩耍, 一太祥和,其乐融融,可该回家时一个三岁的男孩竟然找不到了,几年了,养无音信,这位奶奶的晚年生活可想而知了,所以我想,我们老年人首先,要把自己的事情管好,少给社会和子女切麻烦,也就是贡献了, 只一句做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不但会误了事情,还会惹了麻烦甚至酿成事故,倒不如一养天年,养尊处优,招龙作业,难得糊涂,自娱自乐,老年人可以有好多事情可做, 比如,七七书画,吹拉弹唱,煮酒品茶,饮食作妇,网上嗷咬,灯高望远,旅游观光,美食烹饪,自己经营,好自己的丰富多彩, 属性安逸的晚年生活吧,后季,一天马行空,我行我素,如果自己有钱钱,就看美景,想美食,充分享受社会回馈给我们的美好生活, 弥补我们这一代的缺失,这会失去的自我,而我们为国家,为儿女助贡献是无条件的,而索取就有条件了,别幻想社会如何善待,别幻想儿孙如何尽孝, 三,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,只有身体能自理,就要与儿女分居,独立生活,不能把幸福晚年寄托在儿女身上, 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的现实,以自己的能力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,四,长颜酒病床前无孝子,要有自度难关的准备,要与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,不要把痛苦困难总对儿女讲, 否则,孩子们会帮你的,勿别把亲情看得太重,别在先动太多的亲情,到了人老没用的时候,亲情已经对你敬而远之,不要自作多情的去惦念别人,从而加重感情的负担, 六,如果太感情化和人性化了,受伤害的只能是你自己,也不能软弱和放弃,要学会应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权益,其别取出英雄好汉,自找没去,别轻易答应为别人做什么,少说事,多说不,有压力和负担的事情别去做, 稍微自己安排固定时间的固定任务,八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要一点一点的舍弃,要轻松自在很简单,打理好自己的事,不要去管别人的事,别操心老千爷的事, 九,首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,少给子女些麻烦,也就是贡献了,子女多的老人,尽量不要柔柔遗产,免得子女们为争夺家产打官司,有经济能力的老人,要把自己的最后一笔桑桑费也预留出来,这样儿女们才能心安理得,送好你最后一程,零须易去做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, 不但会无了事情,还会惹了麻烦甚至酿成事故,一种老年人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太痴心太投入了,不然就会自食苦苦,没人可怜,而自己经营好自己的丰富多彩,属性安逸的晚年生活, 上述要点是一种态度,也是一种观念,更是一种文化,还是一种智慧,概括的说,就是一句话,态度决定一切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